好的 朋友们 大家早上好 我是阿萨社区的周老师 那么呢 今天是2021年7月16号 又到了咱们这样的一个周五的时间 那么呢 整体这一周的行情又要宣布一个尾声 那么整体来讲 这一周的行情其实相对来讲也还不错 我给大家所规划的一个行情里面 基本都还是比较贴合实际的 不知道大家都有去抓到没有 像昨天我给大家所说到的欧元都对支撑压力位给大家画得非常清楚 那么呢 目前大家可以看到第一个压力位是不是下来了 然后呢 英镑是吧 给大家画了支撑压力位置 大家可以看到昨天一整天都在这个区间里面来回操作 是不是 那么呢 关于我们的黄金 都对给大家画到这个位置的支撑位 是不是 也是非常的明确 那么呢 昨天也是在这个点 然后它就上去了 很清楚 包括原油 叫大家焚高去做空 焚高 高点在哪里 也给大家画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对不对 那么事后我们来看 非常清楚 所以这是给大家昨天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行情 那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的盘面 今天的盘面 首先欧元 对不对 只要这个通道没有破坏 咱们一直按照这个结构去做就可以了 所以欧元还是通道结构四小时 然后我们来看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那么呢 一小时级别的行情 同样的给大家画出支撑压力位 当然 第一个压力位置 就是昨天我给大家画的这一块位置区域 这里是第一道压力位 那么呢 往下看的话 这里是下方的一个支撑位 今天大家先看这个区间就可以了 那么呢 这个是欧元 一小时关注我给大家画的支撑压力位置 然后英镑的话 英镑基本和昨天的思路一模一样 那么呢 四小时级别没有太多要讲的 还是一个震荡 一小时级别 同样的 那么呢 也还是这个位置的一个震荡 那么呢 大家关注 目前这样的一个旁边的两个区域里面的一个支撑压力 依然在这个区域里面来回操作就可以了 好 这个是咱们的英镑和昨天的思路一样 好 然后我们再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朋友们 四小时级别当下来讲 我们能够去看到的依然是一波多头趋势 对不对 依然是一波多头趋势 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结构 四小时级别行情应该是多头趋势 那么在一小时级别里面 我们就可以分低去做多 那么呢 今天日内的支撑 当然就在下方这一块 如果能够给到这个位置 大家还是可以继续去做多 那么呢 这个是黄金 依然顺势做多 支撑方就在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区域 好 那么这个是黄金 同样很清楚 那么呢 其实今天的旁边 因为跟在昨天来看 并没有太多的变化 所以基本思路都是一样的 那么呢 我就稍微讲快一点 重复的东西呢 我就不再一一的去赘述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云游 云游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四小时级别朋友们依然很清楚 四小时级别的话 那么就还是这样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还是这样的一个震荡 对不对 它并没有走出太大的一个结构 上来再下来 有可能再上去 对不对 还是一个震荡行情 好 那么呢 一小时级别里面 当然四小时级别 结果稍微有点大 整体是一个震荡 那么一小时级别里面 这样的一个压力位置 还是在这里 今天如果能给到这个位置的价格 大家依然可以去做它的多当 好 去做它的空当 然后下方的支撑 也就在这一块 所以呢 云游 今天看短一点 就在我给大家画的这个区间里面 大家可以来回去操作 好吧 好 这个是咱们的云游 也是一个偏震荡的行情 行 朋友们 以上就是今天早旁分享的全部的内容 相对来讲 黄金云游目前是比较清楚的 大家可以重点的去关注 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多 更及时的外汇交易机会 可以关注我们阿萨社区公众号 明系助理 进入社区微信群和直播间 就可以了 最后呢 祝大家交易顺利 我们在下期再见